满蓝锅先生NBA的季前赛已经开始了,东部的豪强绿军,76人已经开始出战了,76人轻松击败了被NBA联盟的对手,而集体五大天王的绿军,目前还在磨合,所以球队也是遭遇了20分领先被逆软的干打。 当然,球队也主要是在寻找第三阵容的人,因为若是最后留住主力的话,一切是未可知的,但在史蒂文斯主教练的眼中,第三阵容还是很重要的,所以需要磨练,而对中国球迷来说,大家都知道,这武器是赶不上季前赛的,因为伤病的原因。 所以,求你们最大的期待,其实是丁燕宇航了,遗憾的是,最新的消息显示,独行侠在北京时间9月30日的季前赛比赛中的NBA球队北京队,丁燕宇航由于膝盖有伤将缺席这场比赛。 此外,独行侠还有四人将缺席,诺维茨基脚踝,巴恩斯腿筋,巴里亚膝盖,鲍威尔膝盖,加上丁燕宇航,球队有五元不能打,这样的一幕,还是麻令人忧伤的。 因为,本来因为巴恩斯的受伤,球尼们是很激动的,不少人觉得,这样一来,定位与巴恩斯相差无几的丁燕宇航,留在独行侠的概率是增加的。 隐悍的是,丁燕宇航自己,似乎也遭遇到伤病的困扰了,此前的亚运会,丁燕宇航就是戴山作战了,那时候,许多人都知道,他一下场就会冰敷。 看来,为了国家队,丁燕宇航的付出,还是蛮大的,也因,为这样,丁燕宇航自己也透露,一直戴山作战,从未养好伤,而如今看来,这样的伤病,可能还要继续休养一段时间才行。 但对球迷们来说,他们都很清楚,目前的独行侠,有20人的训练移民单,丁燕宇航签约的合同,虽然不是双线合同, 也不是训练赢合同,是一年的合同,但也是没有太多保障性质的合格,季前赛对丁燕宇航来说,是必须抓住的机会,可惜,他也没办法打球。 这样一来,事情变也变得更加复杂了,那就是,丁燕宇航接下来的季前赛还能不能打,没有人知道,更可以肯定的是,第一场比赛是打不了的。 这样的现实,对丁燕宇航留在独行侠来说,可不是什么好事,因为,他若是取得独行侠管理层完全的信任了,那么他的合同,应该不会是这种保障性不大的合同,而是直接的合同。 在这样的现实下,丁燕宇航的伤病,也让一切变得不太确定,或者说,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,更加难以处理了。 而对中国球迷来说,同样是很担心的,几千赛已经到来,小丁雪暂时打不了,他留NBA最大的敌人来了,那就是伤病。 其实,丁燕宇航的习伤从CBA的季后大就展现了,尤其是到了半决赛的时候,在抢西大战中,丁燕宇航就打不了,而如今,丁燕宇航冲击自己的梦想,NBA,膝盖依然是有伤病的,而这样的膝盖,或许也成为丁燕宇航冲击NBA最大的阻碍了。 当然,凡事不到最后,都是没办法盖观论定的,就此来说,我们保持关注与期待就好了。